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帶大家輕鬆快樂的看看近期幾款遊戲資訊 第一款 血影江湖 這款其實我早應該講了 但真的放著放著就被我忘了 已經一看就知道沒啥料 要不是又刷到FB廣告 我還真把他忘了 台灣的廣告代理商 老朋友 以恆數位 他已經成為目前必玩遊戲的重要指標之一了 反正就是看你要相信他還是相信我 當然最好還是相信你自己 遊戲找了曾婉婷代言 也是個非常老牌的藝人 本身形象也很正面 但跟遊戲 依舊是兩碼之勢 現在就連那些看似介紹遊戲為主的頻道 都不見得可信了 何況他們的專業也不是玩遊戲 選擇賺這筆錢 瞎繳獲進來 也只能說 新台幣是真的香 Google商店是掛在一間ePlay下面 那蘋果的話則是掛在另外一間中國公司 我反向去查 找到的並不是什麼大公司 暫時沒有看到什麼有趣的可以分享 不過這種公司也有可能隸屬於什麼37 或者是399 這種旗下分公司的其中一間 另外從這間ePlay的廠商 在他的Google資訊裡面挖一挖 可以找到另一款迅龍傳說的遊戲 那去年他丟了一個即將預約的公告後 就沒有下文了 那不知道是不是廠商放棄了 還是等待一個開始的時機 那本次的遊戲在入版有很多種版本 它就是類似那種網頁小程序遊戲 可以透過微信或者抖音內部就可以啟動 跟那個鹹魚之王是半斤八兩 一般這類就不會是什麼太正經的遊戲 那我找到的那間開發商 網頁點進去也很奇怪 看上去就跟遊戲沒太多關係 可能又是因為前幾年那個版號的限制下 某些大公司的跳板吧 然後我玩了這個版本 都已經滾到2000多幅了 到時候台版也是個100多幅起步吧 那在介紹之後 如果出現影片素材卡頓的狀況就請見諒了 我下載的應該是一個網頁版 它的素材是存在伺服器那邊 所以讀取都需要一點時間 那先根據官方圖片來對一下答案 那第一位就是個重量級 你這傢伙不就是不如金雲嗎 手上那把劍畫成灰我都認得 就覺得是好劍嘛 這套漫畫我可熟啦 這類港漫在當年的漫畫店 可是吃錢殺手啊 一套看下來 如果沒花個上千根本看不完啦 但我想你應該是沒有獲得原作的版權吧 不然名字也不會改成這樣規避了 你這樣魔鬼人家的角色好嗎 然後再來這位女角色 配色上稍微修改了 但看得出來是同個人 不過角色這個胸前 不知道為什麼要加個布料 我是有點想不透啦 跟之前那款茶字戀記有點像 麻煩你們要肉就大膽的肉 牢牢把握你們唯一戀才的機會啊 那其他在比對下 大致上就是這款沒錯了 而這種鞋子粗獷的漫畫風 也讓我想到之前網印那款 沒啥人氣的無鞋 遊戲如果只論立繪畫風來看的話 其實還算不錯的 但最大問題是 你裡面這些角色 有多少是原創 又有多少是借鑑呢 你如果單純去套現有的歷史 或者武俠小說裡面的角色跟世界觀 這點我覺得沒啥問題 但直接搬別人現成的人物來用 就顯得不太可取了 而且我剛剛講過 你很明顯是沒有版權嘛 不然依照我對路版遊戲的了解 一定會打上各種正版授權 所以你即使畫的再好 依舊是讓我覺得有點空有平衡 沒有靈魂的感覺啊 遊戲類型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 一鍵布陣放置類 稍微讓我比較意外就是 它的戰鬥是那種3D視角 而不是單純的2D小人對對碰 不過也就是驚喜那一下啦 其他的玩法就是那個 路版很常見那套換皮放置遊戲 我真的幾乎每次打開都是同款模板 從去年開到現在都差不多 而通常那種遊戲都只為了PVP而生 全部的遊戲內容都是靠課金來填滿 要不是怕這次影片太短 是這種遊戲我大概只會用short一分鐘帶過了 滿滿的同錯位啊 這個江湖不見也罷 下一款月光魔道團 如果有人是因為Ella代言 而對這款遊戲有所期待的話 還是趁早面對現實吧 一人代言只是個收錢的表演 遊戲秉職從來不干他屁事啊 台灣本次的代理商是露珠遊戲 一間專門靠買量賺錢來的公司 之前也有接受過他們公司了 感興趣的話再質疑去右上角回顧 在這邊稍微講點不同的吧 聊聊這些買量的公司 不感興趣的話請上右下面的時間軸 轉挑到你想看的部分 廣告的投放本身 算是一個很正常的推廣行為 通常在開業新產品上的事前後 或者傳播公司形象等 大多數的公司也都會編列一定的預算 而後來某些遊戲廠商就搞出了個買量的玩法 簡單來說就是對各類用戶無差別式 更有侵略積極性的廣告投放行為 並且他們可以透過數據分析 找到更適合當地的產品來推廣 所以你我會看到這麼多的答辯遊戲 老實說就是因為目前這類遊戲 在台灣銷售的非常好 尤其放置類的卡牌跟MO這兩種 用戶的付費意願真的都還挺高的 雖然你覺得都是一堆偷來的素材 或者靠AI大量生成的 看上去就很low 怎麼會有人上當 但對他們來說 除了便宜好用外 確實也真的非常有效 尤其那個擺飾不厭的預約抽獎 或者那些官方粉絲團 討論群組內部的推廣拉人 看上去覺得很老套沒有創意 或者覺得噁心 但說白啦 他們要的受眾 就是那群不怎麼在乎品質 或者就是會被這類廣告吸引的人 你把掛機1到999 不服來看我的傳奇 跟什麼法環 魔物獵人之類的擺在一起 那些用戶看不出來差異嗎 肯定能 但對他們而言 這類花錢就能容易快速買到的快樂 是遠遠高過於自己花時間去體驗的 那終於要來講講本次的遊戲了 遊戲開發商沒意外的話 是隸屬於中國漫靈遊戲旗下 那路板是在去年8月26號公測 名稱也很多啦 什麼藍空幻想 幻想契約等都是 然後看看這個開頭 我真的只能大喊答辯啟動了 你廠商不要只會借進模仿這些不重要的地方 而實際遊戲根本就是答辯一坨 然後你遊戲本身就是個詐騙遊戲了 還要公告教別人怎麼防詐騙 一個字 絕 又是個典型的滾服遊戲 上千服任君選擇 韭菜們總能找到一方領土 自霸天下 那按慣例稍微對一下答案吧 依照台灣官網釋出的角色 目前唯一長的項目就是這個補師 那其他的話 不知道是怕被我發現 還是是為了符合本次盜錢團的主題 所以之後會微調成其他外觀的版本 反正之後就看著辦嘛 遊戲鐵定是這款跑不掉了 那它有一個簡易的捏臉系統 但你這個浴室的笑臉 笑得有點令人心裡發寒 然後這個廠商不只各種廣告是AI 遊戲也幾乎是全程AI自動 當我創完角色以後 我不需要點任何按鍵 就可以看著它自己運作了 遊戲自己就能玩得很愉快 看來發生大概是有感於手機平常 被玩家操得很辛勞 如此關心手機的健康狀況 這個領先業界100年的理念 它真的過哭死 後面我偶爾需要做的 就是點擊關閉視窗 加稍微輔助一下 幾乎完全沒有需要你參與的部分 感覺有沒有你我在這遊戲中都不重要 而輸入你的卡號才是至關重要 基本上99%已經脫離玩遊戲這件事情了 你甚至中途停止放著不動 它還會自己重新引導開啟 看來改天用戶按下同意協議後 自己給自己儲值買裝備 都不是問題了 非常符合那群說自己沒時間玩遊戲 但又很想玩遊戲的 這不就滿足了嗎 畢竟身為一款成熟的遊戲 該學會長大了 別總要玩家花時間玩你 你要自己幫自己打裝備 知道嗎 我是覺得啦 你這個遊戲既然要設計成這樣 也似乎沒有安排要給韭菜手動娛樂的成分 想盡辦法想讓韭菜們掏錢 往裡面嘎嘎儲值 買儲值衝散力互鬥 那我建議你啊 乾脆把那個技能跟移動鍵全都移掉 直接放上禮包跟儲值付費按鈕 做成一個完全放置MLO 這樣更直接了當 他們連商城都不用找了 甚至你還可以明碼標價 就儲值多少可以排到第幾名 讓那些課金大佬 可以直接比拼帳戶魚兒 這樣不是更快嗎 而這個遊戲基本上除了畫面 看上去是款二次元風格 它底子還是那很老一套的掛機放置MLO 什麼仙霞啊 西方魔幻風格 那些很熟悉的玩法元素 但凡你只要曾經碰過 你一定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套具觀眾的留言 沒有亮點 全是紅點 找不到可玩點 滿滿的課金點 真的就是妥妥的一句 在換皮遊戲中尋找遊戲性 是否搞錯了什麼 結論 換皮負換皮 藝人良心推 不聞遊戲聲 微聞酒嘆息 很多人說想看我幹話水影片長度 那我這邊就來水一段 代言與遊戲的好壞 從來不能畫上等號 回頭去看看多少款標榜 藝人網紅代言推薦遊戲就知道 對他們而言 這只是個眾多工作的其中一環 配合廣告演出 拿取酬勞的表演而已 但你喜歡 想支持他的方式有很多種 不見得一定要玩他推薦的遊戲 那這類事情我大概已經付出800萬遍了 很多人應該早已了然於兇了 如果有人真的覺得這款遊戲很棒 甚至願意相信那些藝人網紅的推薦 那就大膽放心的去玩 你的選擇肯定是對的 不用來跟我報備或者指證什麼 只要之後不要選那個魔力寶貝M的玩家靠杯 或者跟著一起妖魔化手遊就好 不同類型遊戲都是屬於娛樂產品的一種 撇開那些詐騙的產品外 遊戲產品本身沒有規見之分 就是看用戶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 就算是單機也是要花錢買的 以後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 或者免費跑進你的實境庫裡面 這就跟在家裡看Netflix 或者去電影院一樣 兩者追求的體驗跟目的 本質上就是完全不同 也沒什麼可比性 更別說對那些老一輩而言 遊戲全都是精神鴉片 網路上至的象徵 而像這種大多都是長線經營的手遊 跟過往那些網遊 Online game一模一樣 玩的時候就要預期 未來可能會官服 如果你還要擔心考慮花的錢值不值 唯一概建議就是 你乾脆就不要碰 不拿那些錢去吃大餐 看影片買公仔 或者看別人直播完遊戲就好 而在已知未來這遊戲 一定會面臨終結的前提之下 如果你選擇額外花大錢 充戰力去跟人家比拼 就要承擔成為 當廠商提升KPI的韭菜宿命 這真的沒啥好靠北了 就是摸摸鼻子認賠 畢竟你也爽到暴殺別人的快樂不是嗎 又想爽又想白嫖 暴子投資吧 那我也不是沒幹過 花錢充戰力這蠢事 以前也沒人會告訴我 哪些廠商跟遊戲是在嘎韭菜 也是傻傻跟著廣告 跟著推薦玩 繳了不少學費 那些花的錢都遠比現在多很多 都不知道可以買幾張4090了 之前提到的時候 我會講出來給大家笑一笑 後來慢慢學會過濾以後 來到現在總結心得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也是非常感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發現 我們也很期待 可以 跟你安裝 從來 啥 他 天 谢谢观看